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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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 便于稳定 手柄被同时按下 包皮被切割并同时缝合 八 三十至五十秒钟后松开手把 当手把不会自行松开时 可用手辅助松开 九 左手握住器械 右手悬开调节旋钮打五至十毫米时 将旋钮向前顶 使得切割部位松开 观察是否完全切断 如有少许被切断 可用刀片或剪刀修剪 十 轻柔悬出中型龟头座 立即用干纱布裹住手术部位 用五个手指平均分开按压止血 切割缝合时的挤压过程会造成组织肾血 五至十分钟 视情况可压三至八分钟 十一 松开后再看缝合情况 此过程在切割熟练后可省略 切割完后可直接加压包扎 如果遇到点状肾血时 必须加缝止血 十二 立即用干纱布裹好 也可用少许凡士林或点浮纱布条裹在纱布里面 最好用自粘弹力绷带 适当加压并妥善包好 不能让肤料在短时间内脱落 没有自粘弹力绷带时 建议将外肤料缝好 防止短时间松脱 如果松紧度没有把握 在起到加压作用的前提下 最好几针松 几针紧